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隻療劑 馬律樹 律子的律下 馬律樹 或者叫馬律子 這個療劑 Asceles Hippocastana Horse Chestnut Asceles Hippocastana 我們叫馬律樹 這個療劑 這個療劑是一個很好的痔瘡療劑 也有些人攜帶在身上 當作一種預防 這個療劑是對我們的寬關節 以及我們Siccloquillian的關節 例如Siccloquillian 是底核骨 或者是底骨的毛病 這個毛病 可能是因為一個意外 或者是一個跌倒 或者是整傷的 也是寬關節的關節炎 這個療劑很大機會 可以幫助人們 不用做寬關節的手術 這個始終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我知道在同樣的療法裏面 有一個輪化鈣 和碳酸鈣 這兩個療劑都是骨的療劑 亦都會幫助寬關節的問題 好了 在我們那個資料庫裏面 那個症狀的資料庫裏面 我們會提及 這個寬關節很容易脫 即很容易走出來 或者寬關節的發育不良 我們叫Hip Displasia 那這些全部都有幫助 那這個療劑起碼可以 就算是可以舒緩到 如果不夠深的 我們就考慮 跟進用Cell Carp 因為Cell Carp 是一個比較深入的 對骨關節的療劑 好了 那如果你出現了 寬關節的退化毛病 那通常就有一種 症狀是一種 冤冤痛痛 很深層的冤痛 那一個重要的症狀 就是當他坐下起床 那一剎那是很痛的 很辛苦的 那有些老人家 坐下之後 叫孫仔 就要慢慢扶他起床 突然馬上 突然馬上 一聲 這樣就舒服了 這樣 這些都是一種 寬關節退化的重心 起床的時候很困難的 當然有些時候 是我們運動創傷 所以寬關節 就是鎖了 就是緊了 或者是跌一跌 就非常非常之痛 所以這個是一個寬關節的重心 那好啦 除了這個寬關節 Asceles的馬栗樹 那個輪酸鈣 Kalforce 還有Kalcarp 那個碳酸鈣 這些都是骨 骨的療劑 對那個寬關節退化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ruta 那個雲香 是可以處理這些關節 就是脫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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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這樣的 那這個就比較上 就是 雲香就比較處理一些 急性的病 急性的關節的毛病 而那個馬栗樹 是比較上處理一些 慢性的長期性的 那整個 我們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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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夏季 天下 可 結果 那個 劇情的 看經過 它的 逆 這個 那 可以延索 Bellosing Spondylitis 即是一種椰黏性的關節炎 即是整個背部慢慢僵緊緊 又冤又痛 當然我們可以用DMSO油 或者Anica 生金車油 或者Hypericum 他們可以幫助 但是要深入處理 我們都可以依賴馬律樹 其他的應用 就是出現脊椎盤骨的破裂 或者刪脫 好像凸了出來 或者脫脫了出來 整個脊椎盤骨之間的碟 那些盤就走出來 通常會出現一種射痛 向下的射痛 OK 也有出現的症狀 就是整個大腿都冤痛 或者大腿的後部 或者背部是冤痛 一種冤冤痛痛 還有一個療劑系統的療法 叫做Telarium Telarium Telarium 是出現一些很強烈的射痛 因為那個盤骨 脊椎骨 是山脫 Herniated 這種出現很強烈的射痛 這個就是Telarium 這個體 這個療劑 我剛才說 這個馬栗樹 也是幫助痣瘡 這個症狀 症狀就好像肝門有支刺 你看它就好像一堆菩提子 又大又紅又腫的 這個也是一個療劑 是幫助我們盤骨的毛病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肝門很乾 好像有些刺 一堆細細的刺 是在捉住黏膜的 便秘 那個糞便又大又硬 接著就覺得肝門就是下垂 除了這個療劑 我們都很建議用蹲 多多去蹲 蹲是會將我們的壓力減 以及加強我們的腰背方面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不太蹲 通常是坐的 但其實蹲這個動作 這個運動 是對我們的盤腔寬關節的問題 是非常之好的 當然 而且在大腸肝門那裡 有一種脹脹的感覺 除了這個馬六樹 其中還有一個療劑 就是Carly Carp 是炭酸甲 炭酸甲的症狀 不單是像一塊燒到很熱的火熱的棍子 插進去 這是我們同學療法的經典裡 經常有提到這些 如果你遇到這個 這種很熱的大支棍 燒熱的棍子插進去 插進去 這個療劑是Carly Carp 這個療劑的馬六樹 亦都可以治療靜脈總象 靜脈的問題 有靜脈的磁緩 叫Venostasis 就是它流暢得不太流暢 沒有彈力 令到靜脈充滿了血 當然在同學療法 另外一個比較多人認識的 就是Hammamelis Witch Hazel 這是北美金柳梅 這個比較多人認識的療劑 都是對我們一般的靜脈問題 好了 另外一個情況 我們用到這個療劑 就是一些孕婦在懷孕期間 遇到腰背無力 加上一些白大 記住 在懷孕的婦人 突然覺得腰背無力 加上一些白大 這個情況 馬六樹是一個很適用的療劑 很多時候 他亦都寧在一個很關鍵的症狀 就是感覺寬和底骨的部位 好像癱瘓了 覺得很弱的 寬關節好像覺得發不到力 很僵硬 很僵硬 就好像隨時可以 好像沒有力 突然之間就軟了下來的情況 這些都是一個馬六樹應用度 簡單來說 寬關節的問題 腰背痛的問題 還有症狀 症狀當然包括症狀 其實每一個療劑的症狀 其實都很清晰 所以大家記得 在學的時候 就要很清晰了解 每一個症狀的獨特之處 就不只是說 這個就是症狀的療劑 這個就是寬關節療劑 不是的 盡量要深入了解到 那個重心的症狀 是怎樣的 OK 好了 這個就是馬六樹的療劑 介紹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 同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寧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 沙甸街 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兒秦 陳服 advanced проис 要 comen